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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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收看每周评论 我是郭卓玲 不知道大家近来有没有看到一宗新闻 有关于荷兰捐肾真人秀呢 这件事是关于一个患有末期癌症的女士 她是想在她死之前将她的神捐出 于是荷兰电视台就帮她透过一个节目 去根据三个候选人 他们的病历 他们的生活习惯 甚至是接受观众的意见 去给这个捐赠者挑选她心目中理想的行为 节目预告一出的时候 引起了社会极大的争论 有很多人对于电视台这样的做法很反感 因为他们觉得器官捐赠是不应该当作为一个游戏 对于参加者 即对于这些病人是很残忍的 而且亦都漠视了最后落选的病人的感受 但结果出人意表 节目主持人到最后踢爆了 原来这个表演里面的主人翁 其实她没有患癌症 她只不过是一个演员 而且参加这个比赛的三个候选人 他们是肾病患者 但他们事前是知道这个节目是假的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引起社会去关注器官捐赠不足的情况 这一场戏其实到最后成功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到最后也有很多人肯去签器官捐赠卡 这个节目这么成功 是否代表他们所采用的手法没有问题呢 制作这么认真真实的一个节目 激起了社会对于这件事的同情心和关注 但之后节目逆转了 向大家交代一句 这个节目其实是假的 目的是为了引起社会对这件事的关注 其实这个节目他们忽视了一点就是 他们这样做是会影响了市民大众对于传媒的公信力的信心 和影响了他们怎样看传媒的 平时市民对于社会发生的事件 他们都不能亲身去看到或者亲身去查证 都是靠传媒他们的报道和分析 但如果传媒用一些夸张或者失实的手法去报道或者宣传的时候 目的是为求大家关注或者增加收视率 传媒的公信力就会一次又一次被破坏和削弱 令到市民对于传媒失去信心 其实今次荷兰捐赠真人秀 他们这么成功 当中的原因是因为市民很相信这件事是真实的 所以勾起了他们对于事件的关注和同情心 但是经过这次事件之后 市民再去看传媒上或电视上所播的事件 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心里问一句 今次究竟是真还是假呢?